第四十章 最后一支烟 确定了戒烟的时机之后 你就会吸掉最后一支烟 开始一个非吸烟者的生活 在这之前 你一定要扪心自问 一 你确定你能成功吗 二 因为你的生活即将发生神奇的变化 你是心情低落 还是十分兴奋 如果你仍然心存怀疑 那就先把整本书重读一遍 记住 染上烟影绝不是你自己的决定 但是一旦掉进烟影陷阱 你就必须挣脱出来 为了摆脱烟影的奴役 你必须下定决心 这支烟就是你的最后一支 你能读到这里 说明你的确想要戒烟 所以你现在就可以下定决心 对自己郑重宣誓 这一支烟熄灭之后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不会再抽下一支烟 或许你很担心 因为你过去也曾发过这样的事 但是最终却失败了 或者你担心戒烟过程会非常痛苦 不要恐惧 最糟糕的可能也不过 就是戒烟失败而已 所以你根本没什么可失去的 相反 只要戒烟成功 你就可以收获许多 你甚至连失败的可能性 都不用考虑 戒烟过程不仅非常容易 而且是一种享受 因为这次你使用的是 轻松戒烟法 你只需要遵照下面的指示 一 现在就郑重宣誓 真心决定戒烟 二 点起你的最后一支烟 把污浊的毒气 深深吸进肺部 问自己 这样究竟是不是享受 三 熄灭这支烟的时候 不要想 我绝不再吸烟了 或是我再也不能吸烟了 而是告诉自己 太棒了 我终于自由了 再也不用做烟瘾的奴隶了 再也不用把毒气吸进肺部了 四 注意 最初的几天之内 身体上的尼古丁毒瘾 不会立刻消失 你会在潜意识中想 我还要再来支烟 这并不仅仅是 生理毒瘾的作用 更是一种心理反应 你必须理解 其中的机制 由于生理上的毒瘾 需要三个星期 才能彻底消散 许多戒烟者都会认为 这三个星期内 他们必须用意志力 抗拒诱火 事实并不是这样 我们的身体 并不需要尼古丁 只有大脑才需要 如果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你的确产生了 我还要来支烟的想法 那你其实只有两种选择 看透这种想法的本质 尼古丁阶段反应 造成的空虚感 这样的感觉 应该让你高兴 你可以对自己欢呼 耶 我是个非吸烟者 或者你也可以 任由这种想法持续下去 终生都再渴望 再来一支烟 想想看 先是决定 我以后再也不吸烟了 然后再花一辈子的时间 质疑这个决定 反复告诉自己 我还想来支烟 还有什么 比这更愚蠢的吗 只有采用意志力法的戒烟者 才会这样想 所以他们才会那么痛苦 一辈子永远生活在矛盾之中 或者最终宣告戒烟失败 五 有些人之所以感觉戒烟很难 是因为他们总是在怀疑 总是在等待某种迹象 证明他们的成功 所以绝对不要质疑你的决定 因为你很清楚 戒烟的决定是正确的 如果你开始质疑 就会让自己陷入矛盾之中 不能吸烟会让你痛苦 吸烟则会让你更加痛苦 无论你使用哪种戒烟法 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 不在吸烟吗 当然不是 许多戒烟者尽管不在吸烟 却终身为剥夺感所折磨 吸烟者和非吸烟者之间 究竟有什么本质区别 非吸烟者不需要也不想吸烟 他们没有烟瘾 也用不着靠意志力压抑烟瘾 你所追求的就是这样的状态 而且你完全可以达到 你用不着等待烟瘾消散 因为自从最后一支烟熄灭的那一刻起 你就是个快乐的非吸烟者了 你永远都是个快乐的非吸烟者 只要 一 你永远不质疑戒烟的决定 二 你不去等待自己变成非吸烟者 因为转变过程已经发生了 等待只会导致恐惧 三 你不去等待取释性的一刻 也不会故意忘记吸烟这回事 否则只会导致恐惧 四 你不使用戒烟替代品 五 你看清所有吸烟者的本质 可怜他们而不是羡慕他们 六 无论生活处于高潮还是低谷 你都不会单为戒烟的缘故 改变你的生活 如果你尝试这样做 就会把戒烟变成一种牺牲 记住 你并没有放弃任何东西 相反 你摆脱了一种可怕的心理疾病 挣脱了一个险恶的陷阱 你的身心健康会逐渐恢复 生活的高潮会变得更加快乐 低谷也不会那么难以承受 七 每当你想到吸烟这件事时 都会想 耶 我是个快乐的非吸烟者 我不能放弃任何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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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